玩犊子了吗 这个人 为啥呀 现在一个是我 咋子 怎么树立信念感 你挺好呀 好 你把你自己叫刚来的真好 观众很喜欢你 不是石岩的粉丝 我就第一回在网上看到石岩的表演以后 我就给我乐的就不行 然后我就觉得挺开心的 后来我知道他来北京弄砖场 我就去看了一次还挺好的 那时候咱也见着了是吧 看合影的呢 对 合影的呢 对 合影的呢 我觉得石岩特别像那个 第十集那个悠悠 你知道吗 因为我特别喜爱悠悠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他特别好玩 人很可爱 就是很real的一个人 看我腿多多 咱们俩好像是在浴沙气 石岩姐 我觉得你很可爱 你总可以发现一些生活里面可爱的细节 我就很喜欢这样的人 我特别喜欢石岩姐 我跟她一起彩排 我就一直在笑 我坐在林校园的位置 给她拍的 哈哈哈 我有个什么把自己都给气愣了 我说这个女儿 你看她不干要活吗 腰胸膏 我很喜欢石岩姐 特别有个人魅力的一个演员 哎呦 石岩姐太可爱了 没有演员不喜欢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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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下一位演员来自东北 风格独树一致 可以说是又哀又狠 让我们有请石岩 大家好 我叫石岩 我讲这个脱口秀好几年了 其实一直也没有什么成绩 就是也没有啥作品 自己挺多时候都不太想讲了 就很想放弃 之所以现在还在讲 就是因为还有观众喜欢 真的会有观众给我留言 她说石岩 我喜欢你 你离婚吧 我娶你 这句话给了我挺大的安慰 我经常在我睡不着的时候 就上网上去搜自己的视频 完了我翻开再写评论 我点进他们的头像 我想看看都是什么条件的 点进去之后都是什么用户 我说496989752 用户21201104168啥的 我有的时候就想 我说这些人都是从哪来的呢 好像都是从那个圆周率里头出来的 我说我要是真离婚了 我上哪走呢 我还得跟主充值要人 主充值也就吃味 这个能听懂啊 这个能听懂啊 想跟你们分享一点我近期比较强烈的感受 就是我想处对象 这个是我结婚十来年之后 在近期比较强烈的一个感受 怎么跟你们解释这种感觉呢 就是当一个人他在结婚很多年之后 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 单了挺长时间 我有的时候就合起 我说挺多年也没出过对象了 是不是也该找一个 怎么跟你们形容我现在这个婚姻的状态呢 就是我守着厨房 他守着厕所 我们谁都不想去卧室 就是这个卧室的闲置率有点太高了 我都想给他租出去了 我中间那个广告我都想好了 我说出租卧室 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中年夫妻的生活状态 我就不明白了厕所哪儿好啊 厕所到底有谁在 那么喜欢厕所吗 那么喜欢厕所 咱给床给你抠个坐遍好不好 这种感受特别强烈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我在干家务的时候 就是如果说我在干家务 但是他在玩手机 那我就会觉得 我干的不是家务 我干的是家政 那我干家政的话 我也可以去别人家干 万一人家没玩手机 那我干的不就是家务了吗 我倒不是说让他干多少活 我就是觉得 他能不能就是别那么舒服 他有点太舒服了 我说你实在想舒服 你能不能滚回卧室舒服去 你怕啥的呢 我又不在卧室 你去跟猪客闹了磕呗 我有的时候我就想 我说真的 就是科学家 能不能发明一种那种东西 就是我拖地的时候 家里没有网 我洗衣服的时候 家里没有网 我做饭的时候 家里也没有网 但是也不是很现实 人家没有网的话 我也不知道咋做饭 真的就是 哎呀我 而且我有的时候吧 就感觉 你做了一桌的饭 他事还特别多 前几天跟我说 他说不想吃锅包肉了 他胖 我说那你想吃啥呀 他说想吃那种 无油无盐无调料的鸡肉 我说你点这个菜 是不是叫生肯溜的鸡 你直接出去做 一直回来 直接上去咬呗 你多生口 我做点米饭 他说要断碳水了 网上说了 现在都流行断碳 我说你就应该断碗 你不吃米饭 这哪是断碳水啊 这断的不是东北的经济命脉吗 但是我就是瞎说 其实我们东北的经济 没有那么脆弱 没有那么脆弱 哎呀 这我有的时候就想 我说 他现在已经拥有了 霸道总裁所有的缺点 就差一个完美的家世 有那么一瞬间 我都有了一种 嫁入豪门的感觉 我说这个男人 到底还有多少 是我不知道的呢 他的亲生父亲 不会是扎克伯格吧 但是你爸是谁 你也得吃大米 因为你上个破网 然后就影响我们 振兴东北的大好局面呢 弄死你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说 如果能再给我一次 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 我选一个啥样的 真的 我就想选一个 就是孙悟空那种 真的我倒不是说 看上他本事有多大 我现在就单纯的看上他 隐食结构单一 你们能想象吗 就是跟你携手 走过一生的这个人 他这辈子 他就吃桃 哎 您给他一根香蕉 他都老开心了 而且他的生育能力 也特别强 你想给他生猴子 他都不用 直接自己从身上 好一把 一催 就是一百多个 你说这一百多个孩子 你咋养 我跟你们说好养 孩子也吃桃 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生活里边的这些琐碎的事 它就跟圆轴率一样 它是无穷无尽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把我们那个结婚纪念日 穿插在那段数字里的话 其实祖宗之他也发现不了 就像我开头已经穿插完了 但是你们也没有发现 这个里头是我在展示一些 线下脱口秀和线上节目的区别 就是现场的朋友 你们可能还在想 哎呀 他那纪念日是多少类的 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已经准备往前拉进度条了 好 讲到这吧 谢谢大家 我是许 好 谢谢许阳的维莱 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 本来往这边跳跳 三 二 一 请锁票 实验获得了气氛组的三票 他讲了婚后生活 那我们在场的已婚人士 有没有什么共鸣呢 这Q的好突然 吓我一跳 你还我干什么 你这么一问 显得我们像一个家庭一样 今天看史严的表演 我跟国仔一直在探讨一个 这个一直处在一个脱口秀的幽默 和一个马上就要文明骂街的这个边缘 这个线非常的难拿上 但是因为我们是写段子演员们 我就一直在想 你开头那个圆周率到底怎么回事 没想到果然后边这个有妙用 太紧张了今天 我今天早上我想乔上背词去了 完了来俩人 他以为我要挑河 然后我说我是讲脱口秀的 他就把我这稿拿走了 他以为我这个是遗书 你刚才怎么不讲这个 不讲这个 这个帮忙给我剪一下 我一直很喜欢史严老师的这个表演 因为我就对 您这个韦韦道来 不急不徐 就慢慢悠悠这劲儿特别好 其实这个话题是一个 有的时候较为尖锐一些的话题 就只有您能把这个东西 给它非常的圆润的 怀柔的把这事慢慢给讲出来 还非常的有力量 啊 行吧 我说 我夸你 你也这么说 嗯 吴振宇老师呢 有没有这种就是在厕所带着经历 对啊 我就一直 笑不出来 就是好像一直在他在讲我 我感觉 有些男人哪 的苦恼 就在洗手里面自己解决 有啥苦恼 我问你们 你看吧 他问这一句 我就想去厕所了 哦 你懂吗 有啥苦恼 你看他讲的这个反差很大 我吼 吓一跳 反差很大就让那种能抓住 抓住人的那种戏 一直在听他讲 免礼藏针 什么厕所厨房 在我现实生活当中 我是没碰到 因为经常不在家吗 太干脆了 还不如在厕所 起码不是在哪 刚才那个 我真没在家太多时间 你模仿我呢 我想 我想学呢 好好说话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我觉得那个 时间讲的这个话题特别难讲 就是一个女性在一段 长达十几年的婚姻中 想谈一个恋爱 就是我觉得这是个很难讲述 但是又很真实的一种心态 所以她想要用喜剧的形式 去把它节奏 结构讲出来 我就觉得难度其实挑战非常大 然后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画面 就是因为你刚才说 你的理想型是孙悟空嘛 因为我觉得像富航啊 他就 他就特别像个猴啊 我想问的是像 他那种风格是你喜欢的吗 我挺喜欢的 我挺喜欢的 我挺想这舞台上呈现一把富航的样子 我是领长嘞 不知道啥是不能实现 好 那我们史言一共获得了七分堵的三票 到了这个挑战环节了 在座的小小班的各位 有没有想够挑战史言的 有的话请起立 史言又开始紧张了 真的吗 我从锁起来了 没有吗 还是挺害怕的 我感觉可能会全体起立吧 来没有人挑吧 没人挑 没人挑 没人 挑战倒计时最后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恭喜史言 我们也看看他最后的得票数是多少 恭喜史言获得了166票 成功晋级 将史言落座晋级区 感谢各位富杀之后 实现很别致 就是那种柔柔弱弱的形象 要加特别狠的话特别有反差 我挺喜欢 前姐那个劲很巧 他骂你你不难受 就是一个温温柔弱的一个人 狂给你一下 你刀都已经扎在你身上 你还没反应过来 这种你可能回家会就 哎呦 开始流血了 他笑死我了 Cue了太好笑了 我一直觉得他就是写的是我 但是后来越往后听 就是到生育能力强 还有各方面的 我觉得就可能不是我 不是说我生育能力不强 我就说他只是为了文学创作 才写这些东西 我们就先有请小海 大家好我叫小海 我已经结婚八年了 之前有一阵我跟我老公是异地 其实我觉得异地婚特别好 真的今天如果有没结婚的朋友 我跟你们说 结婚就要结异地婚 真的下次我还结异地婚 真的 之前还总有人很担心我 跟我说 你这样时间长了 你不担心你会离婚吗 我说离婚 不就是为了过上我这样的生活吗 就你不用离婚 你就能享受到离婚的自由 真的姐妹们 一个人住真的太爽了 你再也不用每天回家看到一个人 他在家不是躺着 就是坐着 根本不会直立行走 你说他是不是 不是人呢 不光是我 我觉得我老公 他也过上了所有已婚男人 最羡慕的生活 有婚姻 没老婆 就你不用失去你一半的财产 就可以轻松地失去你的另一半 他一个人过得也很爽 再也没有一个人 夏天睡觉不管多热 永远都不让他开空调 而且还会让他做一件 人类永远做不到的事 你别热 再也没有一个人 天天催他洗澡 一回家就跟他说 咱们家怎么这么臭啊 什么东西坏了 是你吗 他一个人过得也很爽 他根本就不想离婚 就算是我跟他说 我们离婚吧 他都会跟我说 离婚证不就是一张纸吗 为什么非要看中那张纸 最重要的不是咱俩的感情吗 只要咱俩的感情足够淡 离不离婚又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说这个婚姻是围城 对吧 外面人想进去 里面人想出来 我感觉我 就是骑在墙上 就进可攻退可守 我有朋友跟我说 他已经离婚了 已经出了围城了 我说你出去干嘛 你上来呀 所以我现在真的就不能理解 为什么有人会说 他们离婚的原因是 聚少离多 我说这不就是我维持婚姻的秘诀吗 还有人问我说 你这样时间长了 你不担心你老公会出轨吗 我说我不担心 因为他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你们知道什么是安全感吗 我觉得安全感就是一个人 不管你有多长时间没见他 但你永远都不会忘了 他有多丑 议定婚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没人催你生孩子 之前我老公也总是催我生孩子 他跟我说 你生个孩子吧 我真的很想当爸爸 我说我也想当爸爸 因为我觉得 当妈妈比当爸爸难多了 当妈妈往往就意味着牺牲 你看你要当一个好母亲 你要像那个孟母三千 岳母次字 你要成为烛光里的妈妈 但你要当一个好父亲 你只需要买几个橘子 不过后来他也成长了 也想通了 跟我说你想生就生 不想生就不生 我真的很感动 那一刻我才发现 原来他真的连橘子都懒得买呀 谢谢大家小海 好 谢谢小海的表演 喜欢他的朋友 不要忘记被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写票 谢谢小海的表演 刚才那节目让我恐欲 现在这节目让我恐婚 我现在 我感觉我被抛弃了 被世界抛弃了 不是 就是 我是觉得您说的这些个观点吧 现在来看都有些中肯了 您说这话吧 反正都很讲理 但是他不够在意料之外 那我得离个婚再写个段的是吧 那也不是 明白明白 对 我再改进一下 谢谢 你第一次演出的时候 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 比较疯的人 就是我感觉你的精神状态 还有一些 就是表达方式 它其实可以更疯一点 因为你的形体 还有你的语气 还有你的整个语言节奏 都有点平 所以我觉得里面的那种 你的本体的那些疯的东西没有 我觉得呈现像那个 会让你更有魅力一些 明白 好的 我也下次跟天真老师和郑宇老师学学表演方面 对 我其实看小海我会想起最开始上台的我的 就是最我觉得可能对你不是好事 就是我觉得是最像我的 因为比如说像史颜或者是王岳他们的形象 整个就有喜剧人物 然后我当时也是很努力地克服了这个东西 就是先把自己撒开 然后找到我们这种不管是气质还是长相 都比较普通的女孩在台上 怎么找到喜剧角度 所以我当时做了很多这个的努力 我觉得你这一次也比上次演的要好 就是你的状态交流感更好了 好 谢谢杨丽老师 谢谢 好的 那有请小海先回到备战区 好 谢谢 谢谢